李秋 贝壳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 我们先去学贝雕吧 嗯 快跟上 恰恰了 快救命 这些贝壳都是用来做被雕的原料 手工艺人会根据设计好的图纸 来进行雕刻 是不是很神奇啊 是啊 是啊 你们想学被雕 就跟着我边做边学 第一步 设计图样 这要让他们学会了 再修好节气仪 老大会发火的 地上 地上 这是假的 我知道 刚舔过 但看看也好呀 我饿了 好像有什么声音 别分心 是 被雕第二步 切割雕刻 好吃的 给我 别强 我们分不到 你一粒 我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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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呀 我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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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粒 我一粒 我一粒 改我了 被雕第三步 沾河 加油 最后就剩下钻孔和打磨了 都是我的 天树 谢谢师傅 我会勤加练习背雕技术的 猕猕 嘿 嘿嘿 嗡呜 嗡嗡 奔跑 跳跃 甩尾 出击 呃 严肃 严肃 再敢来破坏 我一定会阻止他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我在训练 丽春 年兽抢走了博物馆里的宝贝 恢复了能量 丽春姐姐 我们来接你 我得留在阶地 防止年兽偷袭 不用来接我 你们快去 能量充足 我像风一样自由 不 快停下 是时候给精灵问点颜色看看了 换好了 我给你抹点海藻防晒霜 我们再去远处找找贝壳 好呀 我把贝壳都扔了 让你们白毛布 买一送一 肉网了 买一送一 不许吃 不许说话 不然就不给吃了 年兽 你看你两个手下吃得多好呀 不如你跟我回去 不利好商量 休想 有陷阱 竟然被发现了 竟然真有陷阱 竟然真有陷阱 陛下 年兽在这儿你 年兽 炎阳 怎么又变强了 你们对能量一无所致 快帮忙 快帮忙 好 顶铺 盖火了 流禁冲击步 好快 一行幻影 不 老大 你错了 错 取灵掌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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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兽 放开灵球 不好 快给立东增加能量 好 一行幻影 好 一行幻影 尹阳 敌人 颜养 临霄 流离 那 我 哈哈哈哈 嗯 嗯 你俩 年兽能量在持续减少 再等等 等它变得虚弱时 我就使用魔法 慢煎秋叶 海藻海藻 我是海藻 老大快醒醒 总算回来了 你慢点 快把流金铜凤鸟座抱回去 我们还要谢谢天手地手送的这个礼物 停 快停下 快回基地吧 好了 开始修复节气仪吧 小姐 我 没有 我 有 是 我 我觉得 我 好 立秋这天 有些地方也会称人 称一下小孩子的重量 和立下时的体重做对比 然后大家一起贴秋鞭 好好地吃一顿肉的美食 立秋以后 各种秋凉作物开始成熟收获 古时 秋天既是适合打仗的季节 又是打场善良的季节 国家大事 也要在不违背节气和浓食的前提下进行 立秋过后 气温大大下降 凉爽舒逸的天气 正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 俗话说 食谱不如锻炼 小朋友们 不要忘记锻炼